叶永梅1965年出生在四川自中县 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九 所以被父母哥哥姐姐换作九妹 叶永梅的父母都是老式的普通人 家里的哥哥姐姐也都非常懂事 由此可见叶家家族中并没有什么狠利的基因 所以叶永梅最终成长为黑老大 只能归因于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 叶永梅作为家里的小妖 加上常德非常讨人喜欢 所以自出生起就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由于父母哥哥姐姐们对叶永梅的过分溺爱 什么都由着她的性子来 久而久之叶永梅也就养成了 骄横刁蛮的性格 叶永梅的脾气像是四川辣椒一样 特别火爆 周围的邻居都不敢招惹她 生怕这个小姑娘突然暴跳如雷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很快叶永梅就到了入学的年龄 入学之后她表现出了非常不合群的性格 这主要表现在 叶永梅经常和同学闹矛盾 欺负同学 不服从老师管教 对学习丝毫不感兴趣 校内闹事等等 总而言之叶永梅和学校格格不入 不合群的结果就是 叶永梅小学没上完就选择辍学回家了 对此叶永梅的父母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对 也没有再逼着她回学校继续读书 更离谱的是 叶家父母能够接受辍学后的叶永梅 在家里无所事事 心安理得的做着叶家的米虫 而叶永梅心安理得的底气就来源于 叶家父母太过溺爱女儿 不仅不让她外出打工挣钱 就连做个家务都舍不得 还对叶永梅的各种要求有求必应 交纵跋扈的叶永梅 在家门口也是小霸王般的存在 一不如意就会生气发脾气 甚至有时还大打出手 对于叶永梅种种过分的行为 叶家父母总是置若网闻 表示只是孩子间的打闹没法管教 所以每次那些爱欺负孩子的家长找上门时 叶家父母选择不作为 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 有如此没有底线的父母 叶永梅长歪也就不难理解了 步入青春期之后 叶永梅逐渐开始混迹社会 胖起夸张的发型 染着不伦不类的颜色 出入各种声色场所 整天和社会上一些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起 叶永梅开始整晚不回家 此时叶家父母才意识到事情发展有些失控 显然这时才开始管教叶永梅为时已晚 因为她对父母的说教丝毫不在意 依旧整日我行我素和不良青年私混在一起 说了叶永梅几次之后 叶家父母见没有丁点效果 便开始破罐子破摔放弃了这个小女儿 虽然叶永梅的性格不招人喜欢 但是娇好的容貌 活辣的身材就是叶永梅傲人的资本 随着年龄的增长 叶永梅出落地越发迷人 一个玩得开的美女 身边自然不会缺乏追求者 何况叶永梅经常出入各种娱乐场所 这些场所最不缺的就是想要撩妹的男人 所以叶永梅身边总是围绕着 各种献殷勤的男人 想着各种法子讨她欢心 但叶永梅从来不将这些男人看在眼里 总觉得他们太过肤浅 一眼就能看穿追求自己的目的 在心高气傲的叶永梅看来 这些殷勤是好的男人根本就配不上自己 所以她从来不会多看一眼 情斗触开的年纪 叶永梅心中也非常渴望爱情来敲门 幻想白马王子踏着五彩祥云来接自己 在一次聚会中经朋友介绍 叶永梅认识了一位身材魁梧健壮 放荡不羁 满身腱子肉的男人 身高一米八级 体重二百来斤 并且还是一个刚出来不久的劳改犯 这个男人的各种条件 都和叶永梅的理想形大相径庭 但让人意外的是 他却对这个男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男人是谁 他和叶永梅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叶永梅成为黑帮大佬和他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他叫黄健 年长叶永梅两岁 认识叶永梅时刚从牢里放出来没多久 平日离以打架鬼混为乐 为此也是橘子的常客 黄健由于身材高大魁梧 所以总是让人觉得压迫感十足 但是叶永梅却认为这是有男人味的表现 在叶永梅的主动下二人很快就相爱 很难想象嚣张跋扈的叶永梅 最后是被黄健这样的男人收服 而黄健似乎也丝毫不在意叶永梅的心狠手拉 他们之间仿佛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吸引力 在交往的过程中二人感情迅速升温 很快就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叶永梅不顾家人们的劝阻 毅然决定嫁给黄健 婚后夫妻二人计划做点小生意 但是又不想做那些很累的买卖 他们只想赚快钱 赚大钱 于是叶永梅夫妇盯上了 生意火爆的歌舞厅生意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歌舞厅非常实心 除了是青年男女跳舞玩乐 老板们谈生意的场所外 还是一些有钱人找乐子的地方 叶永梅夫妇经过一番考察之后 就准备大干一场 他们东拼西凑了十万元 作为歌舞厅的启动资金 叶永梅夫妇在县城盘了一个店 又招聘了一些漂亮的姑娘做服务员 就这样叶永梅夫妇的金梦歌舞厅开业了 最开始歌舞厅只是卖酒水 唱歌跳舞 尺度最大的也就是女服务员 陪客人喝喝酒 做些游戏之类的 并没有一些出格的活动 但是叶永梅发现歌舞厅的生意 一直不火爆 收益也是平平无奇 在深入体验了那些生意火爆的歌舞厅之后 叶永梅发现了他们火爆的秘诀 姑娘们更大胆豪放 那些歌舞厅往往是打着歌厅的幌子 做皮肉生意 当下叶永梅变动心了 也是从这时起她开始了黑暗事业生涯 回去后叶永梅就立刻召集了歌舞厅的姑娘们 希望她们可以为了歌厅的业绩大胆一些 同时也承诺给她们高昂的报酬 最开始这些女服务员并不愿意 并且纷纷表示拒绝 还以集体辞职为筹码谈判 但是恶毒狠辣的叶永梅 不可能会被这些年轻姑娘威胁 在她的意识和性格中 其他人都要为自己服务 周围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东西 于是叶永梅想到了一个邪恶的办法 在姑娘们喝的饮料中投放毒品 以此来控制她们 几天之后叶永梅态度180度大转弯 不仅对歌舞厅的姑娘们和颜悦色 还在下班之后主动给她们倒果汁 殊不知这些果汁里面都是加了料的 但很多姑娘就这么毫无戒心的喝了下去 仅有两个灵力的姑娘一时到不对劲 在叶永梅走了后赶紧到卫生间催吐 只不过这一切都被叶永梅安排的人发现了 她立刻安排手下强行又给灌了进去 反复几次之后 歌舞厅的姑娘们就被叶永梅控制了 但凡她们敢有反抗 叶永梅就会切断毒品供应 但此时这些姑娘们已经离不开毒品 中途也会有人反抗逃跑 但是每次的结果都是被抓回来 然后再毒打一顿 久而久之这些姑娘也就任命了 金梅提供特殊服务的消息被传开后 生意变得越发火爆 叶永梅夫妇赚得盘满钵满 随着光顾金梅的客户越来越多 叶永梅夫妇便开始发展下线 来为歌舞厅提供不同类型的姑娘 以此来满足客人的需要 所以每天晚上 在金梦歌舞厅后门都能看到这一幕 一群壮汉后面跟着几名涉事未深的年轻女孩 她们很多都是来自农村缺乏社会经验 被许诺的高昂报酬和轻松的工作环境所诱骗 最初这些年轻女孩都是抱着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到了金梦 但是丝毫没有意识到 从迈进金梦的那一刻开始 她们就落入了叶永梅的圈套 被迫沦为出卖肉体的风尘女子 成为金梦大肆敛财的工具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 叶永梅夫妇变得更加贪婪 开始不满足歌舞厅带来的收益 又继续扩大版图 开赌博厂 至此黄赌赌黑这四个叶永梅算是战权了 叶永梅用歌舞厅赚来的钱 在四川最繁华的地方 开了一家茶楼名人居 名字听着非常雅致 而且装修也是古色古香 但实则这是一家魔窟茶楼 内部是一家大型赌场 茶楼被靠叶永梅夫妇 凭借夫妻俩的人脉迅速大火 有很多慕名而来的人来这里寻求刺激 赌场的惯用法则就是先赢后输 赢是为了给点甜头 激起想要赢更多的欲望 后面输则是抓住了赌徒 想要翻盘和搏一搏的心理 通过这样的操作 让那些来赌博的人输得血本无归 等到没钱时赌场再放高利贷 通过利滚利的方式敛财 叶永梅夫妇的恶行远远不止这些 打人杀人无恶不作 叶永梅的心腹手下被对头孙友欺负了 他得知了这件事后便一直计划着复仇 一天得知孙友在一个茶楼喝茶 便和丈夫以及一群手下带着家伙去算账 到了茶楼之后 叶永梅就直接扣动扳机 给孙友的脑袋上喂了几颗子弹 枪剩之后孙友倒在地上没了呼吸 而叶永梅和黄剑在当众杀人后 却像是个梅士人一样大摇大摆的出去了 叶永梅如此猖狂的行为 是不是真的可以一直平安无事 他的势力是不是已经大到无法无天了 显然不是 只能说不是补报 而是时机未到 叶永梅夫妇制造的光天化日之下 持枪杀人事件 震惊了整个四川省 至此叶永梅涉黑犯罪的罪行得以彻底暴露 由于该案件性质及其恶劣 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被列为公安局挂牌督办案件 责令资中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限期破案 将犯罪嫌疑人尽快抓捕归案 叶永梅黑暗团伙非常狡猾 接到风声后他们就赶紧躲了起来 警方一时也无从抓起 但他们通过暗地走访发现 叶永梅经营的歌舞厅和酒楼依旧在正常运作 这就意味着叶永梅团伙还在暗处操纵着 警方以时间无法找出叶永梅团伙的藏身之地 当下警方便决定实施引蛇出洞的计谋 缩减追踪的警力以此让叶永梅团伙放松警惕 主动露出马脚 事实证明这个计策相当成功 叶永梅本就是极度自负的性格 当她觉察到外边风头已过时 便十分狡猾地安排黄剑回资中 把商铺的保护费收了 而黄剑想也不想就答应了 由此看来爱情和婚姻对叶永梅来讲 也不过如此 她最爱的还是自己 黄剑带了几个人悄悄回了资中 其实露面以后他们的一举一动 就在警方的监控之下了 在他们进入一家歌舞厅收保护费时 当场就被蹲守的警方抓获了 但叶永梅的丈夫 黄剑由于拒捕被击毙 从团伙周江嘴里 警方知晓了叶永梅的藏身之地 但当他们赶过去时 先一步收到消息的叶永梅已经逃走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自从叶永梅逃走之后 就再也找不到任何新的消息了 这个谜底在叶永梅被抓之后才揭晓 原来她不仅整了容还隐姓埋名了 两年之后自中警方得到消息称 深圳蛇口有一名女子和叶永梅很像 随即专案组便赶紧奔赴深圳 经过调查之后发现 这名女子的确是当年逃跑的叶永梅 当年叶永梅在得知丈夫黄剑被击毙 手下的得力干将被逮捕时 她就意识到四川不能呆了 于是当下叶永梅就立刻斩断 与这里的所有联系 连夜逃亡到了深圳蛇口的一个工业区内 为了避免被警方发现 叶永梅用带出来的钱做了微整形 还改名叫做叶安然 虽然叶永梅逃了出来 但是生活条件不如之前好了 在日复一日的担惊兽帕中 她早已变得兽骨临巡 没有了当年的光鲜亮丽 叶永梅被抓时 她正生活在一个条件很差的渔村房子里 此时她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盛气凌人 任何人都要为曾经犯得错误买单 所有犯罪的人也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叶永梅作为犯罪团伙的主谋 所做的事情最大恶极 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 随着一声枪响 37岁的叶永梅正是和罪恶的一声告别 这是对毁在她手下那些无辜人的最好告慰 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所以叶永梅的事迹也是在警告世人 不要试图挑战法律的权威 试探人性的底线 叶永梅的一生是荒唐的 但是人生来本是一张白纸 为何最终到了这步田地 背后的原因值得人们深思 家庭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长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决定着孩子能否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 在孩子三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中 父母的管教和约束是非常有必要的 就像小树一样 适当的修知反而更有助于茁壮成长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